大家好,今天咱们接着讲从上一次的怎么样跟孩子的疏导孩子的情绪 接着讲 咱们跟着书走吧 这书上接着这一段就开始了 这一页就开始了 好多家长问的一些问题 作者在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他说是不是总是要这个emphasize 就是你总是要对孩子任何的感情 你都要给一个很大的关注吗 那他回答呢 他说的不一定 不要总是这样 他说呢 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他就举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孩子说了 说妈妈我那个决定呢 今天呢 放学以后呢 我要上David的家去 然后呢 他说我已经没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去上David家去 今天放学 那个 那妈妈是不是也要说呢 也要说 像过去以往 他讲的那个 哦 那你应该那个 你已经就做决定了 怎么怎么样 就说这些 他说你 不用按照那个公式那种套 他说因为 不是所有的这个感情都是 你都要去 给他很大的关注 他说你就可以 简单的就是说 哦 谢谢你让我知道 你今天下午 要去这个 上David家去玩去 就可以了 用不着那么 就是说 给予予特别的关注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要给孩子特别的关注 因为 他说孩子呢 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就是想叫你知道 就是想叫你知道就可以了 知道他想干什么东西 他的什么 他没在他那个感情呢 他说什么时候需要这个孩子 你特别的关注呢 就是你在孩子的感情是 这个 不是正能量的感觉 就是说他生气的时候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需要你的那个 你的真正的关注 然后呢 这一页呢 他就讲一页 又重复了一遍啊 就是那四个 那四个步骤 怎么样去对孩子的感情 疏导孩子的感情的步骤 咱们也复习一下 简单复习一下 第一个呢 他就是说 你听孩子说话的时候呢 你要静悄悄的听 然后呢 要给孩子很多的 就是你要全身贯注的去听 第二个呢 你回答孩子的时候呢 你要用非常简单的词来回答 不要说一大堆 你就是非常简单 那个 哦 嗯 哦 我明白了 这种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你要给孩子呢 这个 他的感觉呢 要给他用一个字来表达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 他说 哦 你 sound frustrating 就是你你真的很那个 心里真的很着急啊 很不高兴的啊 很急的是吧 就是很恼火啊 这些词 用这些词来表达他的心情 让他明白你 你理解他 用一个简单的字来 就是来 来表达一下 最后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你做不到 有的东西不是你 都能做到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用一个童话一样的一个一个希望给孩子啊 然后就说 哎呀 我希望这个咱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的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熟的香蕉给你啊 我希望 我希望现在有一个 你希望 I wish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希望 就你没有去跟他 跟这孩子呢 对着盖 所以说他会觉得 哦 妈妈是也希望 跟我一样的希望 所以就心情很容易平复 这就是四个 他又重新重复了一遍 放在框里头 然后呢 咱们接着呢 再讲这个 家长提出的问题啊 刚才那个问题 咱们就说 是不是所有的那个感情 你都要给他 很很大的关注呢 不是所有的 只有当 小孩的心情呢 他是 不高兴的时候 特别不好的时候 才需要你的去 去帮助 就是特殊的帮助 然后呢 他就说 当你 他说你有的时候 家长说 说你为什么这么 你为什么这么想啊 你为什么感觉是这样的呀 他说这个 错误在什么地方 错误在什么地方 他说呢 当孩子们呢 就是孩子们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 生气 害怕 或者特别不高兴的时候 你问他问题 你问 你问 哎呀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这样 why 你为什么这样啊 你为什么这么感觉呀 你问他好多问题的时候呢 为什么是错误的 他说就是因为呢 当孩子们呢 他解决不了这问题 他生气啊 他很悲伤啊 很害怕的时候 你 他本来他就已经 他 他就 非常有压力 他大脑里是有压力的 当他有这压力的时候呢 你再给他 叫他去 自己去分析这个问题 他已经有压力 已经搞不明白的时候 你再去问他 好多问题的话 他 他不会 静下心来 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他 他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你要问他 你为什么哭啊 你 你 你为什么这样啊 他 他大脑本来就 搞不清楚了 然后呢 他要 把 在大脑里头 搞明白 回答你这些问题 所以说 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整个 这个心情 平复来讲呢 绝对不会有好处的 你要问他 这是发生什么了呀 你为什么这样感觉呀 你 这种问题呢 他说你 问这些小孩啊 他真的解决不了这问题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问这些问题 肯定是不会 帮助孩子 解决心理问题的 但是大人的情况下 你可以问一问 碰到大人这种情况 你可以问 但是小孩非常非常难 实际上有的时候 大人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大人 你去问他 也很难的 我在我那个上班 我上班的时候 跟那个 就是 跟我们同事在一起 我觉得 好像他们美国人 经常会 从小啊 在学校老师 家长可能训练他们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碰到什么事了 昨天 然后我上班去呢 我就跟同学 就跟我同事讲 昨天碰到什么事 气得我要面 怎么怎么样 或者这个事 怎么怎么样 他马上就是 美国人一般的说 他们不会说 啊你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对吧 你 他不会问你 这些问题 他说 must be terrible you must feel terrible 他总会说 你一定感觉 真的很不好 他们就是 他们的回答呢 我现在想起来 就跟这个书 回答得很接近 就说他们是这样的 这样的回答 他们回答的 真的很挺好的 很像书上讲的 就是说明 他们从小接受这种教育 咱们中国人很小 就是我们没接受过这种教育 一般家长都会问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这样 你哭什么呀 就问这些问题 然后咱们再讲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呢 也是家长问题 还是回答家长问题 就是说你呢 小孩呢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 要同意 他的感觉 同意他的感觉 就说 比如说小孩 这个 他的 这个 这个书的回答 就是说呢 你不用 你不要去同意他 你的孩子 不是需要你去同意 他的感觉 他只需要你呢 了解他的心情 为什么呢 他说你如果呢 你只简单的同意他的话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小孩在想问题的时候 你就把他呢 就是 小孩自己应该在这个考 就是你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是一个考虑问题的过程 你给他一个宽松的时间 让他大脑呢 轻松 然后他自己会搞出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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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答案 但是如果你 非常简单的就回答他说 哦 我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那 他 就实际上是你 你 你呢 防止了这个孩子 在考虑问题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说这个 说这个孩子就说了 老师今天说了啊 就是我们本来呢 我们这个 我们班里的 又有一个 就是一个话 一个小话剧 我们老师说停止了 我们这个老师呢 真的很糟糕 他给停止了我们这个 这个表演 这个话剧 然后老师 妈妈就说了 妈妈说了 哦 你们都练习那么多 那么久了 老师怎么会 怎么会停止呢 你们老师真的很糟糕 他这个回答呢 就是像刚才这个 说的 说你 你就 你就非常简单的 同意了孩子 孩子就说 我们老师很糟糕 然后你就说 哦呀 你看你们练习这么久 你们老师真的很糟糕 就是你这种的 你跟孩子这种 就是 讲完话以后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 对话就截止了 因为你 非常简单 就同意了孩子的感觉 孩子就不吱声了 这个话就完了 但是你换一种话 换一种话说呢 孩子就说了 妈妈今天呢 我的老师呢 说 把我们那个 我们班机的那个 话剧啊 表演呢 给停止了 我们老师真的 很糟糕的 然后 妈妈就说了 妈妈用 用另一种方法来说 哦 说你一定很失望 是吧 你因为你呢 一直呢 在等待着这个 等待着这个 这个这个表演 这个 孩子就说了 是啊 说的你看看 就是因为我们班机 有些同学呢 他们上课呢 他们 不好好的在 这个课里头 去参加练习 他说 真的是 是我们同学的这个 是他们 是他们的原因 然后妈妈就不吱声 妈妈说silent 妈妈就不吱声 就听 然后孩子接着说 孩子就说了 说你看 我们老师呢 特别生气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练习 每个人都应该练习自己的 他们都不练 然后妈妈就说了 哦 我明白了 然后孩子接着就说了 他说你看 我们老师说了 每个人都要 shake it up 告诉大家都要努力 都要好好练习 然后呢 你有可能呢 还有别的机会 然后呢 这个孩子就说了 你看看 妈妈 你今天晚上 可不可以帮帮我呀 咱们一起练习呀 所以他讲这个呢 你看这两个 都是一个问题 对吧 家长不同的回答 结果是不同的 第一个呢 孩子非常简单 你同意了孩子 你说哦 老师真的不怎么地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两个人说话就结束了 但是第二个呢 通过家长讲这些 跟孩子讲 最后孩子发 孩子得到了 自己得到了这个结论 就是什么呢 妈妈 今天晚上咱们一起练吧 他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你不用总要同意孩子 是不是要总同意孩子的感觉呢 不用总要同意他 对吧 孩子呢 是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需要你给他一个时间 然后他 他自己要有一个整个 感觉这个思考的过程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 也是还是咱们还接着讲 这家长问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呢 你说着说着话 这个 他说你 有的时候你家长呢 就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感觉 我了解你的感觉 我明白你的感觉 他说你 为什么是错误的 他说呢 我明白你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有的时候孩子呢 就是你比如说 你说 我明白你的感觉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这个经常会有的 说实在的 我也经常会说 哎呀 我真的 我真的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明白你这个东西 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实际上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没有结论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人家心情很不好啊 对吧 你就说 哎呀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个 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啊 我就说 我也说过这种话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才说这种话 但是呢 如果家长在这个情况下 比如说孩子特别生气啊 你就说了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然后呢 小孩他说呢 这个书上这个作者呢 就说了 他说孩子根本就不相信 你说的话 他就说 你说这话呢 你不是真正你 你就是那么回答 你就是answer我 你并不是你真正明白我 所以说呢 但是你怎么去说呢 孩子更接受容易呢 你要 你要 要specific 就是说你要有 有这个 细节在里头才行 对吧 孩子 比如说 他说了 他说你看 比如说孩子第一天上学 他特别害怕 回到家里特别不高兴 谁都不认识 回到家里了 然后呢 妈妈就说了 哎呀 别生气了 我明白你在 你在想的什么东西 这孩子会想 你就胡扯 我根本就 我不相信 你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么如果妈妈说呢 哦 我知道 我真的明白你啊 第一天上学 真的很难的 会很害怕的 因为你都不认识大家 哎 这个孩子就 他就觉得你真的懂我 所以说呢 他说你的 在这里的技巧 就是说什么呢 你要 be specific 你要把这个细节 放在里头 说话的时候 不要只是说 哦 我明白你的感觉 这种 我明白你的感觉 这种简单的东西 是不好用的 然后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人问了 对吧 就是说 如果我呢 意识到了 我在对待孩子的时候 感觉呢 就是 我对 误判了他的感觉 我怎么办呢 对吧 他就举个例子啊 他说的 你看 孩子就说了 爸爸 那个 我的那个 我的考试呢 我们 我们班的考试 被延迟了 延迟到下星期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爸爸就说了 哦 你一定很高兴咯 因为你 你是不是非常高兴啊 对吧 因为你不用考试了 对吧 然后 这孩子就说了 No I was mad 他说 我不是很高兴 我是生气 因为我要下星期 我还要重新复习一遍 爸爸就说了 爸爸就说了 哦 我明白了 因为你呢 想给这个 不想再重新复习 就想赶快给他 叫他过去 孩子就说了 对了 所以说第一 刚开始的时候 他爸爸就错判他了 对吧 就说哦 你一定很高兴 他说No 我不能不高兴 就说你第一个呢 你在判断孩子的感觉的时候呢 你判断错了 判断错以后呢 怎么办呢 无所谓的 因为他讲了 他说你可以再 再尝试着 再继续去 去理解孩子 因为呢 不 就说你 只要你想去 努力的去理解孩子 孩子都会 非常的 感谢你 不管你 就是什么时候 你都可以 重新再理解他一下 就这么回事 你总会 找到这个 孩子的感觉 下一个问题呢 家长就问了 还是有家长问的 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呢 你跟孩子 在谈话过程里头 发生冲突了 孩子就说了 You're so mean I hate you 从你自己孩子的嘴里 说出来了 你这么坏啊 我真的恨你啊 孩子有时候 会说这种话的 我那天 就跟那个朋友 在这个 Skype上讲 他就说 我上去就 打他了一下 这是真的 故事 我就给他了 就开始 打他 打孩子了 他说呢 这个就是 你这个 如果孩子 是这样的话 你该怎么回答 这个真的 对家长来讲 很难 如果孩子 就说 你这么坏啊 我真的恨你 孩子说你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发生 跟孩子 很容易 和中国的家长 上去就打孩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你怎么怎么样 就打起来了 对吧 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要跟孩子说 我真的 你 我刚才听到了 我真的不喜欢 你跟我这么说 我真的很 很不喜欢 你这么跟我说话 如果你呢 对我呢 生气的话 那你可以用 别的方式 来跟我讲 请你不要 这样说话 这是正确的答案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家长 真的心里 很生气 有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很生气 我曾经碰到 我自己啊 我给你们讲一个 非常可笑的故事啊 就是我 我女儿小的时候 她就说 妈妈你 你这么坏 她说我很坏 她说你这么坏 你对我很坏的 我说是吗 我这么坏吗 我 我当时 我不会这么 我不会像人家 这么说 你应该 我不喜欢你这样 对我讲 我当时也很生气 但是呢 我就说是吗 我说是我很坏吗 对啊 你很坏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整个 对话就结束了 我没有去 说别的 然后过了以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吗 我女儿就跟我讲 妈妈 我原来觉得 你很坏 但是呢 我的同学呢 阿尔斯的妈妈 我坐她的车 然后我听着 阿尔斯妈妈 怎么跟阿尔斯说话 我觉得她妈妈 比你还坏 所以说 小孩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就是小孩在 说话的里头啊 就是 所以说家长 一定要那个 冷静头脑 不要像孩子一样 就是你真的要冷静 不能随便打孩子啊 我又讲起来了 刚才 所以我 我做这个书呢 我想翻译这个书 给这个中国的家长看 就是好多中国家长 会犯这个错误啊 如果孩子说错话了 我真的恨你啊 怎么怎么样 你就是 这个孩子太无理了 怎么想 啪就开始打孩子了 真的不能打孩子 因为解决不了问题 下一个呢 就是 这个 下一个问题呢 咱们接着回答 就是按照书上 讲这个家长问的问题啊 他说有的时候呢 这孩子呢 特别特别 就是 有的孩子呢 就是他特别的 sensitive 就是什么呢 就是frustration 有的时候 非常frustrated very sensitive 就是这小孩呢 有的时候 他脾气特别暴躁 有些孩子 那该怎么办呢 然后呢 他就讲 他说有一个办法啊 这个 家长问应该怎么办 他说我 我说什么东西 他也 我就用你 给我讲那些东西 我说 我说呢 你一定 心情很不好啊 你很烦躁啊 但是他说 不管用的 这孩子有时候 也不听我的 他说我该怎么办啊 然后呢 这个作者就说了 他说呢 有的时候呢 你要用这个 体力 要用这个 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activity 包括什么东西呢 他说你可以啊 就是physical 就是你要用 肢体行为来帮助 他说有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用拳头啊 打枕头啊 你可以 手去打那个 买菜的那个口袋啊 或者是你呢 这个 用手来捏那个 那个橡皮泥啊 然后你还大喊一声 还喊得像 lion一样 像那个 像那个 狮子一样的 呐喊啊 或者是你 扔东西在土上啊 什么什么这样的 他说有的时候 这样的话 这个 就是用 肢体语言 来帮助孩子 有时候管用 有的 因为有的孩子 脾气特别特别的暴躁 对吧 他说呢 他说他发现呢 有的时候啊 画画 让他画出他心里的感觉 会很管用啊 他就讲一个故事 他说那有一个小孩呢 这个 他说 他说有一个家长 讲他自己的故事啊 他说这个小孩呢 叫Joshua 他三岁 然后呢 他呢 这个 躺在地下 就开始 逼着爸就躺 打滚了 咱们中国人 就说打滚在地下 说什么都不行啊 然后他爸爸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爸爸就告诉 他的wife 就是他的妈妈 孩子的妈妈 说 说呀 你不是在学校 学了好多东西吗 来吧 这事来 你来管吧 我管不了了 然后这妈妈就来了 妈妈呢 就这个拿了一个纸 拿了一个笔 说来吧孩子 你是不是特生气啊 你把你生气的那种感觉 画在纸上 这孩子就给 开始画了 对吧 给他了一张纸 他画了一个大圈 特生气 然后他妈妈说 那样 他妈妈说 你真的很生气啊 再给他一张纸 他又画了一个 再给他一张纸 一直画了四个 四张纸画过了 以后呢 他妈妈就看着他 这孩子最后终于 看着这张纸 看了很长时间 他说 妈妈 我现在可以画一个 高兴的感觉了 刚才不是画的特生气吗 那么 他妈妈就看到孩子在笑了 所以两个人都乐了 对吧 这事就 哎 解决得非常好 否则这孩子 爹打滚 对吧 你没法解决他 我都碰到过这种问题 我原来我女儿 就是小的时候 就打过 我真的就不知道 我就打过我老大一次 但是从那以后呢 那是我最后一次 我一打他 他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他妈妈怎么会打我呢 你看他那个眼睛 看着你啊 我真的就 从此以后 再不打孩子了 我就跟好多这个家长讲 只要孩子一想 哎呀打孩子 千万不能打孩子 真的不能打孩子 因为这个一点问题 都解决不了 并且你伤害孩子 然后呢 这个 咱们就讲这 他又一个家长 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 在有的孩子 脾气特别特别不好 该怎么去处理 这问题 然后呢 这另一个家长 就是在这个 讲这故事 他孩子呢 叫Tod Tod呢 就是脾气 特别特别不好 他说一干什么事 他想做一件事 他做不好的时候 他就特别特别的 这个着急 生气 然后呢 特别有暴力 有的时候 他说还会这个 大喊大叫 然后呢 会大喊大叫 一个小时 有的时候呢 还会去打他的妈妈 还会去 还去咬他妈妈去 然后呢 他说的 他真的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就想起来了 这个画画 然后呢 他妈妈就给他了一个 一张大的纸 然后给他一个 大的这个画笔 叫他画 叫他画 他说他画的 这孩子他画的都画不了 他就拿那个纸 去拿那个笔 去捅那个纸 给纸捅捅 他妈妈就帮着 接着这个纸 拿手接着 叫他捅 一直捅捅捅 他说把那个纸 全捅烂了 他妈妈就在那 看着他 最后这孩子呢 终于跟他说 妈妈 说 I love you mommy 他妈妈说呢 他说 我爱你妈妈 他说 这是他孩子 第一次 说我 I love you 他的妈妈 他妈妈真的 感动得不得了 他妈妈很耐心呢 接着这张纸 叫他捅捅捅捅捅捅 最后这孩子 你看 所以说他讲这个里头 回答问题 就是说 对你有些孩子 特别脾气爆的孩子 你可以用一些 这个 这个 体 就是肢体 肢体的语言 来帮助孩子 然后你有可能 叫他打一个 往那个枕头上打呀 这刚才咱们都讲过了 叫他画呀 画一个纸啊 捅一下呀 捅着纸啊 就是 叫他用肢体的语言 来去 去 最后呢 叫孩子理解 妈妈 或者是爸爸 是 那个 接收我的这种感觉的 而不是去 这个 这个 就是说你 你这坏孩子 你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说你想想 如果这个问题 你同样这个问题 在这种问题里 如果你处理的方法不同 比如说你说 啊你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这么样 就打孩子了 你想想这问题的结果 是什么样 显然就 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实际上 非常不好 下一个呢 咱们接着 还是这个 家长问的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我呢 每次呢 孩子有这个 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 我总是这么 耐心的回答的 会不会 我变成了一个 非常无能的 这个 家长呢 变成一个 就是 就是狗屁不适的 家长 变成你孩子说啥 你就听啥的 家长呢 他说呢 这个 回 这个 这个书的作者 回答的什么呢 他说你呢 孩子的 就是 孩子啊 这个感觉 感觉 并不是说 你接受他的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接受他的感觉 疏导他的感情 并不是说 我接受他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 有的时候 他是错误的 你也要给他指出来 但是你 方法要 非常得当才行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说什么呢 他就举一个例子 就说呀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说 他是有一个孩子呢 在捅这个 黄油 黄油就是那个 一块一块的 对吧 butter 然后做 就是做菜用的嘛 有的时候 做点心用的东西 那孩子就在里头 捅啊捅啊捅啊 然后呢 你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知道这孩子 做的不对 对吧 你该怎么去 怎么去跟孩子说呢 然后呢 你呢 这个 你要把这个 黄油拿走 说孩子 这黄油啊 不是你玩的东西 他说 如果你呢 想玩这种东西呢 那咱们就去玩 橡皮泥吧 就是这个书的回答 然后呢 在这里头 回答的时候呢 你呢 既接受了孩子的 这个感觉 对吧 你又呢 这个 给孩子 告诉孩子 这个事呢 咱们这么做 是不对的 这个 这个作者呢 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当你呢 他说当你啊 接受了孩子的感觉 然后呢 孩子呢 也会很愿意的 接受你 给他的 这个 限制 就是说你 你做孩子的 是不是所有孩子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并不是这样 但是你 当你接受孩子 感觉的时候呢 孩子也接受你 你给他的一些限制 他也明白 所以呢 就是一个好孩子呢 是一个好妈妈 或者一个好的家长 给培养出来的好孩子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互相接受 我也接受你呢 这个 你的感情 疏导你的感觉 同时呢 你也接受我 对你的 一些小孩的 不错的行为的限制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咱接着回答啊 下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孩子呢 这个 这个孩子 你给孩子呢 这个 要不要给孩子呢 一些建议呢 就是那种 快捷的 给他一个快捷的 这个答案呢 这个在前面 实际上已经说了 说你呢 这样的话呢 你 deprive deprive他们 他们的这个 了解事情的过程 就是说你呢 这个 破坏了他的这个 你破坏了他这个 小孩呢 在 在探索 他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比如你给他一个很快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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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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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